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不早了 还了五角钱 答应了老板 改天打麻将 过后再说个再见 要泡杯好的咖啡 有他自己的秘诀 剩下唯一能够表达这一切的 就是我的咖啡店 爸爸说 自从太贡的时代 我们就以卖咖啡为生 贡贡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军人们提供茶水 直到今天的爸爸 也就是这间咖啡店的老板 我们都一直中心的守着我们的根源 这就是张伯伯 就是没记错 张伯伯的家 好像蛮有钱的 每一早七点正 张伯伯和张阿姨 都会准时的到咖啡店来吃早餐 张伯伯每次都在等 张阿姨开始吃的 他才能吃 张伯伯在工厂里打工 工厂里的老板娘 好像就是张阿姨 张阿姨就好像家里的一家自己 把张伯伯都看守得很严 这就是方伯伯 他是个很喜欢动脑筋的老人家 方伯伯 他说是店里的期望 他经常拿不定主意 做的决定都是很准确的 爸说从来都没有人生的方伯伯 可是他经常都会在店里 待得很严 直到爸爸每次都得劝他回家 但是不是每次都很友善 我们的咖啡店 时常都好人啊 有说有笑 每当一个人走进咖啡店里 他们总会把自己的一部分留下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处 不管什么故事 都会成为咖啡店里的话题 幸好我们不是开殡仪馆 要不然连子能都能吵醒 一切都过得很好 直到一天 爸爸病倒了 病得连店都不能开 即使年纪轻轻的我 都得拿起责任 照顾家庭 妈妈常叫我不要去打扰爸爸休息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见爸爸一面 爸爸的脸色 越来越苍白 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一天 爸爸就这样永远的睡着了 我再也感觉不到爸爸的存在 他已经去了一个 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过了不久后 妈说咖啡店再也不开了 他把钥匙都交给了一半陌生人 之后 他们把咖啡店的招牌都拆了 而且还在咖啡店的外面 摆了一个小狗的桌下 我还记得 我是有多么的讨厌那个销售 咖啡店关了不久 我们就搬到城市去 走了过后 我再也没有回到爸爸的咖啡店里 现在 要喝杯咖啡 还得排队 再从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里 选出你要喝的咖啡 给了十块钱 找回一个五分 再把名字交给店员 等了五分钟过后 又到回归台拿咖啡 加糖加牛奶都要自己来 一个人坐下来 听着西方人的音乐 在咖啡店里待了一会 追走人了 喝咖啡的技巧 已经被简化 世上没有永久的东西 对我来说 泡咖啡的技巧 将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咖啡店的一景一物 将会永远成为过去 至少年 在咖啡店里面 在咖啡店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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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